大家好 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關於我們的隨從推薦的部分來自通靈仙喔 在看完之前的隨從搭配的推薦部分的話 我們先來講講通靈仙喔 在之前講過的錦子還是月劍 它們都是屬於是輔助的又會控制系 那這一隻通靈仙也是屬於控制系的部分 先看一下它的怒氣技能 它是屬於一個就是在打的時候附帶一個那個它的戒律的加層的部分 是讓對方的怒氣降低20 我們之前知道是在第三回合的時候大家要放怒氣的部分嗎 如果降低怒氣代表打出來的這個怒氣的傷害就沒那麼高 降低怒氣是一件非常非常噁心的技能 還有一個它的主動技能呢是關於迷霧影的部分 避布置迷霧陷阱誘敵通靈仙對敵方兩名攻擊最高的目標 造成自身傷害的傷害就算了 它的傷害沒有到特別高 它的問題是烏骨 使目標混亂攻擊本方單位持續兩回合 就是你知道那個當只剩目標一人時失效 你看 就是說它對方只剩一個人的時候 你攻擊這個東西是沒有失效的 可是我們一般剛上場的時候 對方有通靈仙 他只要放下來中一個人我們就很煩 尤其是中到我們主出出 我之前在挑戰彥虹塔的時候很常遇到通靈仙 空到我本人 我因為我的本人對我就是靠我在打 我打超痛 那我的招式呢 第二招雖然是普攻 但是打的自己 還有包括寵物打自己 真的是直接去到要老命的很多條血呢 所以通靈仙在打塔當中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隨從 非常合適打塔 因為你只要空到對方 不管空到對方有什麼角色 因為彥虹塔對面的角色 再要空到誰 他打自己就去到半條血 這個是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這邊會推薦大家 爬塔的時候使用通靈仙 我是剛剛好不容易抽到通靈仙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不想要給我上場嗎 所以通靈仙是一個混亂對方的 控制好手啦 那我們的寵物部分推薦呢 在寵物部分的推薦呢 是還是推薦有耳闊狐優先 你有看過景子的影片 應該知道為什麼是耳闊狐優先 因為耳闊狐進階到十五階的時候 會有一個就是提高命中的部分 那他跟景子有一樣是控制對方的部分 所以一定要先手 他有分先手 先手推薦耳闊狐和老虎 因為老虎有暈眩對方的部分 這個我們在其他影片都跟大家分享過 你要記得每一個寵物他的技能是什麼 他的效果是什麼 那如果是處於後手的部分呢 推薦擁有幾個是我們的豬 還有千山甲跟羊駝等 撿上類的寵物 因為是後手嘛 你會被先攻擊 那你要活下來你才能攻擊啊 所以擁有這個部分大家注意一下 那在護符的部分呢推薦的是睿智 這個睿智的部分是為什麼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景子的這個 景子的這個護符喔 好 睿智請零獸行動後 攜帶者效果並總提升百分之三十 持續三回合 這個部分基本上 零獸行動的話在第一回合或第三回合啦 這個零獸行不行動這件事情是一個五五開啦 講不清楚如果行動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提高密中率代表能混亂對方 讓對方可以打自己人 這樣好多好啊 要通關多容易啊 護符的部分還推薦的屬性是 敏捷防禦氣血韌性 敏捷一直是我們在這個玩法當中 就非常非常重的屬性 要花錢都不一定買得到的敏捷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喔 還有就是大家在鍛造護符的時候 我真的有淬煉了一下 我把我一顆敏捷的護符給弄掉了 特別的傷心啊 所以大家還是要想清楚想明白在下手啊 就是玩符身一靈龍一定要思考好 想清楚想明白腦袋下去做 才不會讓你的材料白白的廢掉 雖然它很多可以重置 但有一些血戀的東西就是血戀了 重置不了 血戀就沒了好嗎 這個很重要 再來寶石的部分呢 它有分先手跟後手 如果是先手的話 推薦的是敏捷減傷跟防禦 一個是就是還是提升一下它的出手的部分 就先手先手敏捷往上身上瘋狂的塞 它只要混亂到對方一個人 對方就少一個 你就多一個人打 是6對4耶對不對 是先手 減傷防禦部分因為就是你讓它活下來 站位站在後排啊 大家注意站在後排 那如果你是後手的話 就不用上敏捷了 因為你就已經後手了 上不上敏捷其實不重要 你昏然對方兩個回合嘛 就是這個回合基本上是廢掉啊 是用下一個回合 所以推薦的是減傷防禦氣血任性 就比較像我這個部分了 那我的錦子有放攻擊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後排 錦子略有一點小小的傷害力 還有這個就是提升一下攻擊的部分 但是因為我是站後排嘛 其實放攻擊是不OK的 在後續我可能會進行調整 就是讓它會更好一些些 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後手 我想說還是可以偷打一下 在珍寶的部分推薦是千人面 要拿到千人面呢 這個珍寶就是要花錢 或是比較高階的兌換 比如說窮鬱商店之類的 然後換這個都非常貴 為什麼千人面是優閒呢 因為它加敏捷6% 因為我怕很多 而且呢 它氣血上限增加7% 一直持續到戰鬥結束 你別人家多7%的血 就多了更多的機會 而且是混亂對方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就除了千人面以外呢 就是逍遙虎 現在就是 除了千人面以外的珍寶 都是在保命的部分 就其他的那個我們的 隨從也是我推薦 比如說像海明珠 海明珠這個也是 也是 海明珠有提升命中的部分 如果沒有千人面 優先推的是海明珠 我反而沒有推逍遙虎 雙身鏡首月 首月 然後還有那個雙身鏡的部分 是因為 就是還是關於命中的問題 是命中的問題 還有這個雙雙鏡的部分 有迷中的效果是 持對方施加迷中的效果 迷中的閃避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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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不是很OK啦 所以效果沒有那麼的明顯 因為這個10%的閃避率 在這個當中 我發現3%觸發力比較高 10%沒有那麼高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以上的部分就是關於通靈仙這個隨從的介紹 我會在另外一個影片來跟大家對比一下通靈仙跟鏡子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選擇 使用會更好 使用在什麼場合 這樣會更實用的部分 我是小花 如果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讚吧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可以在說明當中找到我的DC 每天晚上在DC跟我一起共享盛舉 討論遊戲人生吧